今天要來做一件非常狂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松火球 今天要來做一件非常狂的事情 我認為成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就是我要開車去買午餐 好,我的錢包剛剛沒有接住齁 好,他們就出發吧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已經很狂的事情 開車就只為了去買午餐而已 欸,怎麼打不開啊 啊哈,我要死了 喔,往左邊轉耶,好酷喔 那我們就開始開車吧 很久沒開車了呢 好吧,那我們就出發吧 為什麼有方向盤在你那邊啊 好啦,那我們出發吧 奢華的旅程 好爽喔 我從來沒有幹過 開車去買,買午餐這件事情耶 啊,鑰匙插進去嘛 啊,鑰匙插進去嘛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懂嗎?安全第一 好啦,那我們就出發去買我們的午餐 史上最豪華的旅程 好啦,那我們現在要來郵局領錢 郵局領錢 啊,雖然是開著車的傢伙 但是連午餐都買不起的 呵呵 欸,我領完錢了啊 妳想吃什麼啊 麥當勞 喔,麥當勞 喔,麥當勞喔 好,那我們就麥當勞好不好 GOGO 好啦,威威現在緊急事態齁 喔,剛剛本來想要繼續拍影片的 但是 喔,發現一個問題就是 他剛剛死火 然後直接停在路邊發不動 對,有點可怕 所以說我現在就 趕快開回去 然後家裡停著 看 看要怎麼樣 就是,這台車不是我的嘛 這台車一定不是我的嘛 所以說 不知道會怎麼樣 所以說就先這樣 那我會 等一下會跟他講一下 然後看要不要拿去維修 做維修什麼之類的 好,所以現在有點緊張齁 我希望能安全的開回去啦 那,呃,等一下回到那邊 我再看是什麼狀況好了 好的,那我剛才把車子開回來了 耶,安全到家 那,呃 我剛才也有跟車主講了這件事情了 然後,呃,他說 就他可能會去保修廠處理一下啦 那我猜應該是 汽油幫補快掛了 所以說他打到一半 沒有,油沒有打上來 然後就吃不到油 就啪,就熄火了 也有可能是點火系統故障 就開到一半 點火系統故障 然後停在那邊 但點火系統故障應該比較難啦 因為 我記得汽車你四個氣缸 只要有三個氣缸會動 車子就能動 只是會怪怪的而已啦 那引擎感覺沒什麼問題 所以我猜應該是 汽油幫補壞掉了 那假如以後有什麼進步的話 我也可以再那個 呃,再跟大家講一下啦 就是拍個小短片跟大家講一下 那,欸,這一次就差不多到這邊吧 那我決定我就吃7分好了 要不然現在時間已經2點多了 也不知道吃什麼了 好不好,那就掰掰囉 就沒有要再去麥當勞吃飯了啦 今天真的是很難得耶 剛好發生這種事情 可惜當下沒有拍 因為很緊張啊 怕那個真的動不了 那停了一下也是發動給他開回來了 太棒了 好不好,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 好的,那看到這裡的各位 非常的幸運 因為這部影片差點就 難纏在我的電腦裡面了 你們就再也看不到這部影片了 好啦,廢話不多說 我來講一下為什麼我會繼續拍這個影片 因為 雖然說 這部影片大部分都是口述的啦 但口述的 但其實也是還蠻有趣的 那後續的發展也是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後續發生了什麼事情吧 那首先呢 這台車嘛 就是我上次說 開車要去買那個 午餐的 豪華奢侈旅程的汽車吧 那他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他之後不就是那個 故路掛掉嗎 然後在那個路邊 他就在路邊停在那邊 然後沒有辦法開走 然後就一直停在那邊 總之我之後發動了開回來之後呢 後續的維修狀況就是 車主打算不要修 然後撐到下次保養的時候 再一次全部弄好 因為他那台車之前 其實就一直出現什麼引擎問題啊 什麼什麼問題啊之類的 那也常常 故障燈永遠都亮在那邊 那一直都沒有去修 其實有去看過兩三次 但是 他們都沒有修好 就修不好 那我覺得是 維修廠的問題啦 但是我不想多講啊 因為他堅持要給那間修 我也沒辦法 那後續的劇情就是 有一天早上 他們又發不動了 對 然後完全動不了 所以說他們又去 呃 就是跟別人借一台車 因為他們還是要用車嘛 就是 車子壞掉他們也沒有摩托車可以騎 因為他們已經 完全是進入開車的時代了 然後我們就又去弄了一台車來 然後很麻煩 因為跟別人借車你就要緩嘛 緩就那台車又不能借太久 因為那別人的車 然後就算他沒在用你借太久 也不好意思 所以他們就 開一台車在這邊 然後這台車就請人家來修 而且 請人家來修是怎樣 他是 請人過來把他開回去 然後做維修的動作 那他們也順便換了這個新輪胎 那這個輪胎換的還蠻好的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老這麼舊的車也沒有在開快的 要換那麼好的輪胎啦 那是換馬牌的 對 那聽說馬牌輪胎是 蠻好的輪胎 那他的價位也是不便宜的價位 聽說這四輪換下來 就快兩萬塊了 再加上維修引擎的錢 再加上你是被人家 請人來把他弄回去 他們的車廠修 所以說 真的是花了不少錢 聽說 估計就花超過兩萬塊 兩萬塊 超過兩萬塊什麼概念呢 就是 再買一台我的野狼 所以說 不要因小錢花大錢 就是 車子雇路了 然後那間修不好 你就換一間去試看看 不要那個修不好算了 等下是保養在一起處理 這 你看就雇路了吧 我也沒辦法就雇路了 而且 都已經雇路一次了 然後還硬不修 然後 又去雇路第二次 就 對啊就這樣 所以說 這次的教訓告訴我們說 不要因小錢 那個花大錢 然後 保修場要勝選好不好 你修不好就換人家看看嘛 沒有損失了 好吧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沒想到這部影片還能 成功的拍出來 好吧 那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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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